我们对于台湾在整个区域经济整合 包括台湾跟中国大陆 从1980年90年来 所建立起来的这种紧密的 相互依赖的经贸的关系的未来的发展 我们也不需要有太大的忧虑 因为对方也说ACFA是得来不易 对方也说ACFA是两岸关系的压长石 因为三通直航包括到ACFA的签署 针对两岸的经贸关系来讲 那都是重要的 所以我第一个我要表达的就是说 这一次的选举之后 当然整个国际形势的改变 会影响到两岸之间的 未来的政治经济军事 以及人员复房等方面的影响 但是我想我就用一个简单的数字 我们今年对外的出口 我们仍然是有4千超过4千3百亿 就4千3百25亿的对外的出口 而这对外的出口的里面 我们近2023年的出口是史上第三高 也就是低于2022年跟2021年 那2021年是我们的peak 那当然是因为2017、18之后的美中战略对抗 所造成的在中国大陆的相当多的 这些比较高精密产业的快速的移单跟转单 再加上台商缓台投资 因为从2018年开始到现在 台商缓台投资的资本已经超过了两兆 是2.13兆 所以这也造成了台湾的房地产的 不管是工业用区、商业商办 或者是我们的住宅的价格的提升 那这个层面也造成了政府一定程度的压力 因为你今天觉得房地产上升了 那当然在我们430亿里面 我们的初超还拥有805亿左右 如果我没有记错了 805亿左右 那但是我们对中国的初超 是大于我们总体的初超 我们对中国的初超仍然是接近851亿 而台湾对中国的出口从最高的peak 接近41.8% 41.8%降到去年 我们大概在36.5% 所以我要说的从这些数字上面来看 因为学医的我作为医生 我们基本上是看数字的 我们必须把所有的数字放在面前来看 我们了解到目前的状况是如何 好了 这是我第一点 那刚刚 就是我跟余奔兄 我基本上我认为 我们的domestic consumption 我们还是在这一次 在去年的经济成长当中是一个维系的力量 那我们的出口还是要维持在一个外温内热的状况 那这个外温会因为我们的结构 我们是否能够快速的提升我们的产业的结构 或者我们能够跟美制欧之间再有更大的一些高科技产业的结盟 那会影响到台湾的下一个阶段的经济的能量的动能 那第二个我要提到的就是 到底这一次的选举 有没有赢家 我会认为这一次选举 事实上我们很难说到现在为止是哪一党胜利 当然形式上是民进党胜利 民进党拥有了未来四年的总统的市政权 但是总统的得票率是从2000年的57%掉落到2024年的40.5% 所以它几乎是掉了16-17% 总得票率也是一样 从817掉到500多票 另一方面在国会的息子 我们也减少了10席11席的国会的息子 而相对的国民党虽然是败选 但是国民党在国会里面 它成为了虽然不过半 它是最大的政党 国民党在未来加上两席的五党级联盟 它拥有54席 它就是52席本党级 加上两席五党级联盟 所以它有54席 而民进党只有51席 然后再加上柯P 有人说柯P是最大的赢家 没有错 它能够在一个两党的夹杀之下 在国民党大量的所弃保的效应 弃保 弃保 弃保之下 它能够拥有350几万票的选票 我想这个对它来讲是一个非常 应该是399几万票吧 我怕我数字记错 请记者先生们能够帮我困难一下 所以它也不是到底谁赢谁输 我觉得在这次的选举 事实上是很难很难从这样的一个投票的结果来看出来 是谁赢谁输 所以我想说基本上我只能够说 这是台湾的民主制度的胜利 我们在中华民国的宪政体制之下 每4年让人民来决定下一任的总统 下一任的国会 行政立法权的行使应当由谁 哪一个政党哪一个政团来行使 而我们一直依照这样一个宪政的架构 我们在推行 我想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一个民主的胜利 那对民进党来讲 我认为民进党要如何来面对未来的少数的政府 那这个是一个国内的一个挑战 那更大的挑战我同意 刚刚不管是村公或者是街人所提到的 我们对外的挑战事实上是在 美中的战略架构下 尤其在今年11月美国的总统的选举 不确定的情况之下 未来美中的战略架构进行的格局 会是如何的发展 而在这个架构下的两岸的关系 台海的关系 又是如何来维系的一个和平的现况的维系 那这个是我们目前最大的挑战 那赖清德总统当选人在未来他上任的四年 当然跟习近平总书记的第三任 赖清德总统跟习近平总书记完完全全重叠的八年 赖清德总统从2024年的5月20日上任 到2032年的5月20日下任 如果他连任的话他的八年是这样子 而习近平总书记如果他延续到第十任 他是从2022年到2032年的11月下旋 所以这八年是完完全全重叠的 所以刚刚接着你又提到一个scenario 就是说如果是习近平、Trump 原来清德 三个所谓政治强忍性格 清德有某一个部分 他有一个真的强忍的一个性格 当然政治强忍必须建立在他一定程度的社会信 那上面也一定程度建立在他的政治 他本身的政治人格的他的一致性也好 我说对他自己的政治判断的自信 跟他政治人格的一致性之下 他会做什么的决定 我想这个部分上我个人是高度的期待 我个人高度的期待 我相信美国在要维系美台的partnership 美台的伙伴关系当中 美国也高度的期待 在两岸跟国安的政策上面 来清德总统能够延续蔡英文总统 过去八年的稳定 务实一致性的两岸政策及北台政策 我相信这是美方的期待 但是我们也同意刚刚接着所说的 当驾驶不一样的时候 驾驶不一样的时候 那这个会不会产生什么改变 我个人是期待在这个部分上面 蔡赖的一致性或者是政策的延续性 以及对外的可异国刚正 我再说一次 也就是对外的稳健 务实预测可预测性不意外的一致性 这个部分上他能够持续的获得美国的信赖 另一方面在两岸的政策上面 我相信经过了这三年他作为一个 四年他作为一个副总统的训练之后 我相信他在对大陆的政策上面 他应该也会往一个更务实的方向走 就成如他在国际指责会上面所表达的 他仍然会延续在一个和平的四大资助的上面 来处理两岸的问题 那他仍然愿意加强经济的合作 然后强化台湾的国防的防御的能力 以全世界民主国家建立伙伴的关系 同时维持稳定而有次序的两岸关系 稳定而有次序的两岸关系 我想这也是他对外所做的明显的表示 同时他也重申他延续蔡英文的两岸政策 然后台湾愿意成为一个区域和平稳定的参与者 另一方面我觉得他在记者会的时候说了一句 延续着去年10月双十元旦 蔡英文总统所说的话的精神 和平是唯一的选择 和平是唯一的选择 而赖清德总统在最后的国际记者会的时候 他所说的是和平无价战争无赢家 和平无价战争无赢家 我想他也了解到面对两岸的这种未来的可能军事的 或者是灰色的这种的冲突的过程的里面 台湾必须要用非常审慎的态度来面对 所以他会用和平无价战争无赢家 用这样的方式 然后他也再次的表达台湾会为了 就是做在印太地区的民主和平的这种 美国的印太架构之下 他会做一个负责任的参与者 那同时对于两岸他也做了一些必要的呼吁 他提到在和平对等跟尊严的前提之下 他愿意跟中国没有政治的前提 就在无政治前提之下 对等平等原则之下 跟中国进行广幻的 而且是全面的交流跟合作 那为了两岸人民的福祉 在这个目标之下来进行 他认为应该两岸可进行的这种交流对话 那我个人在结束的时候 我要提出我几点比较重要的看法 我觉得昨天当学晚上已经过去了 当学感言也已经说完了 我今天在中国时报我写了一篇文章 那篇文章原来是要在前天我希望能够 但是我觉得也不疑 所以就是昨天总统当学已经说完话了之后 我表达了我对于当学感言的一些看法 那我觉得赖吉特总统他应当要快速的 应当要尽速的跟对岸来表达善意 同时也要递出一定程度的感染症 呼吁两岸能够尽速的恢复对话 而这对话的目的是为了要避免在选举的过程当中 双方的政治形势的对立 以及两岸民心的分歧 两岸社会民心的分歧 在这种情况之下 为了要避免行事的误判 两岸应当要尽速恢复对话 这个对话不可能跳到政府跟政府之间的对话 但最起码在一点五轨或是二轨之间的对话 应当要尽速的来进行 这是我第一点的呼吁 我相信这也是美方日方以及区域的这些国家 他们共同提出过的呼吁 他们希望两岸的政府能够尽速的恢复对话 第二点 我觉得就必须要把对抗双方的对抗 当然对抗是双方彼此都必须要负责任 把对抗的氛围能够把它缓和下来 能够把它缓和下来 当然中方一再的强调 包括在最近中国的中联办主任 或者是习近平的拜登见面的时候 他们都一再的会去强调 台湾的问题是中国的国家的核心议题 没有错 这是他们的核心的国家议题 但是在美国的立场上面 美国也期待 中国不宜以它的优势来片面改变台海的现状 我想改变台海片面的现状 这不会是美国对于台海关系 两岸关系的一个政策期待 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台湾可不可能在1月13号到5月20号之间 能够透过相关的利益团体 或者是透过相关的这些国际的支库 能够建立起协助两岸 重新建立起1.5轨或第二轨的交流 让520的就职演说 能够成为一个两岸关系的一个新的识点 当然这是非常的困难 我知道 但是任何的困难 任何政治的困难都必须要 共同的努力来解决 我相信和平是最高的战略价值 而纵使有对立有冲突 甚至面临到军事的威吓的时候 也就是和平还是唯一的 解决对立跟冲突的方式 那这一点我想学战略的朋友 都会比我更清楚 所以我觉得和平是台湾现阶段 我们面对未来的不确定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尽最大的努力 来寻求两岸在现阶段风险的控管 1.5轨 二轨的对话管道的建立 然后寻求共同的可接受 或说相互妥协的政治的立场 在两岸的关系上面 我想这是我个人 相对不成熟的看法 我觉得我把我心里面的期待 也把我的忧虑 在这地方跟大家共同的分享 谢谢 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肌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虫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抗 订阅新品専用 ソフト 冷却都公识 明天早上 转 diz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